来了 来了 它来了 观众瞩目的投文字帝续作 MFG 它来了 故事背景随着藤原托海的声忧 三目真一郎那熟悉的声音 向我们娓娓道来 故事发生在投文字帝故事结束的20年后 现如今为了响应环保 房子资源消耗 全世界的内燃机汽车都已经停止生产 曾经的高性能内燃机跑车 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而在日本 一向赛事悄然兴起 犹如献给这些燃油跑车的安魂曲 迄今赛事已获得全球超3000万用户的青睐 而赛事唯一的规则 就只有抓地力重量平均化 故事的主角片同下相 藤原托海的青船弟子 此刻刚下飞机 机场的屏幕正在直播着MFG的预选赛 来自日本本土的香叶顺 驾驶着9号赛车东营战神日产GTR2235 停在了发车起跑线上 香叶在看到今年新加入的MFG天使后 眼睛都直了 倒计时结束 GTR与身后负责观察的赛事无人机 如离弦之剑一般史迷 在机场的下像看到周围的人 都热烈地讨论着MFG赛事 感慨着MFG在英国也是一样的痴迷 自己终于来到了这个赛事的发源地 只是看着手机里的地图导航 下像开始犯满了 当晚 女主西元四练打工结束后回家路上 听说今晚会有个来自英国的客人来加入 路上练一直被闺蜜若菜电话骚扰着 练让若菜不要太期待 毕竟英国人长得多不帅 挂掉电话的练回想起白天打工的事情 原来白天MFG比赛时举牌的天使正是恋 他直接拒绝了九号选手香叶顺的表白 恋认为自己可不是那种一见钟情的女孩子 谁知回到家中的恋直接啪啪打脸 瞬间被下像的容颜所折服 次日 下像来到一家修车行 修车行老板续芳正在电视上观看着MFG赛事 此时正在参加预选赛的是 驾驶梅赛德斯AMG GT的大鼓杨剑 续芳看到下像来了 别搅地说了句英文 好在下像的日文说得很好 化解了尴尬 续芳是受西元四先生引荐 此次特地位下像准备MFG比赛的用车的 续芳为下像介绍起MFG的奇特规则 抓地力重量比平均化 现在的参赛选手 基本都是开着那些 不需要怎么改装的欧洲昂贵超跑 就像兰博金尼和法拉利这些 因此这个规则被言语为富人规则 随后续芳带着下像去看他这次比赛的车子 大家注意一下这里有个彩蛋哦 这两台赛车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 续芳虽然嘴上一直抱歉着 自己的车性能不太行 可能没法在赛会上大放光彩 但下像还是很绅士地表示 只要能体验MFG就很开心了 随着卷帘门的掀开 一台红色的丰田86映入眼帘 续芳告诉他这是古老的三踏板汽车 不知道驾驶起来有没有问题 咱们赛车学校出来的男主自然是不在话下 毕竟在学校练习时都是开三踏板车的 回程路上下像与练偶遇 练趁机加了下像的微信 还顺便合了一张眼 但他只说了一个 就是寻找自己父亲的下落 只是线索只有一张在连仓拍的照片 练主动表示会帮助下像寻找父亲 下像被西元四一家人的热情感动得五体投地 另一边 不死心的香叶此刻来到小田园事务所 打听七号天使的信息 可惜天使的私人信息是一律不能外传的 香叶注定只能吃饼 好巧不巧 香叶看到了正在登记参赛信息的下像 香叶看是新人就上前搭讪 顺便显摆下自己九号车的威蜜 下像非常激动 因为香叶和他的GTR在英国也十分出名 相距集市员 香叶便带着下像吃了一顿牛肉盖饭 此刻预选赛上 一辆白色保时捷718正在赛道上及时 此刻在第三计时区不断刷新记录 此人正是来自德国的王者米哈耶尔·贝肯鲍尔 正在吃饭的下像对于保时捷的车不是很了解 只说这辆保时捷好像比其他车更小一些 香叶给下像解释到这是保时捷的718K们 以及911卡雷拉要小上1号 惊讶下像作为一名车手 居然连这个事情都不知道的吗 从相叶口中得知 贝肯鲍尔是来自保时捷培育系统的超级精英 正常来讲 他应该去参加立马24小时那里赛的 随着手机上贝肯鲍尔的圈速成绩并得在第一名 相叶非常震惊 他不能理解凭借保时捷718的性能 是如何能做到干掉一票超跑的 下像来到旭方修车行 想看看有什么需要自己帮忙的 原来旭方的这台红色86曾经参加过MFG赛事 因此通过验车什么的会很轻松 而曾经驾驶这台86比赛的就是旭方本人 只不过成绩很烂就是了 相比赛车自己还是更擅长修车 旭方打心底里喜欢这种燃油车 相信屏幕前的你们也是如此 终于到了下像参加预选赛的这天 位于东京MFG总部的上游10号打电话 询问参赛名单中 是否有一位来自英国19岁选手下像利文顿 毕竟这可是高桥梁界特别吩咐的 只不过下像此次报名用的是日本名 因此实好以为下像并没有参加 田中解说开始了现场实况 预选赛已经进入了最后一天 目前保时捷军团可以说以碾压之势 盖过法拉利 南国基尼等一众意大利超跑 而本土希望项叶的GT2也同样表现可圈可点 MFG赛车共有302辆赛车参加 其中能够进入正赛的仅仅只有15辆车 因此这15台车的车手们也被称为神15人 赛前 续方为下像准备了新的轮胎 想着应该可以跑个三趟吧 不过下像却告诉他 如果自己不小心一趟就把轮胎耗尽的话 就只能先跟你说句不好意思了 续方一时没明白啥意思 老色批香叶此刻拿个望远镜在人群中 偷看七号天使人的身材 然后被下像和续方撞个正招 香叶只好假装说自己过来是替下像加油打气的 香叶看到了下像的赛车是86后 也不由吃了一惊 香叶以过来人的身份给下像提了些忠告 预赛最重要的就是跑完全程 小田园赛事一圈全长40公里 是所有MFG赛事中最长的一条赛道 即使是他这种老鸟 也无法完全记住赛道的每个细节 只不过下像说 自己只看了三遍官网的赛道攻略视频 就把赛道的所有细节都记住了 香叶说 你小子逗我玩事吧 随后香叶告诉下像 86的马力不是很大 上坡只要用70%的力道去跑 真正可怕的是下坡 尤其是第三季时区段 只要用50%到60%就行了 毕竟安全第一 随着86驶向验车台 等待着下像和红色86的第一场一赛 即将开始了 下像驾驶的红色86如离弦之剑 从起点出发 搭载AI的全自动无人机紧随其后 进行着实况直播 小田园的第一即时区段是上坡 对于仅有轮上140马力的86而言 着实是个艰难的区域 西原4家中 西原4夫妇看着实况直播 讨论着下像此次出战MFG 采用骗童的姓氏 想必就是为了寻找 那个抛弃妻子的父亲 通讯室内 项叶认为在上坡段 凭借86的马力 以及手排挡在这个人均大马力 和双离合及换挡拨片的时代 根本没有丝毫的竞争力 然而下一秒屏幕 却显示下像的成绩上升至第54米 项叶和续芳都以为是系统弄错了 毕竟一台破86 怎么可能做到这样的成绩 赛场上 下像驾驶着86凭借完美的走线 几乎用尽赛道的宽度 排名再度上升一位 来到53位 项叶和续芳这才意识到 并非是系统弄错了 而此时赛事的AI 已经为86号车 打上了醒目标识 一时惊奇千层浪 要知道只有被系统 所认可的驾驶技术 和驾驶风格 才会被打上醒目标识 而上一次首次参赛 就被打上醒目标识的人 正是德国王者贝克鲍 通讯式的项叶惊呆了下巴 要知道参赛的赛车 至少有200台马力 都比86来得大 他不能理解 为何86的排名能这么高 旭芳猜测 也许是下向的过弯速度够快 但项叶让旭芳 不要小调了 抓地力重量比的规则 更何况第一季时段是上坡 马力不够的车子 根本无计可施才对 旭芳回想起 自己再给下向解释 抓地力重量比规则式的情景 所谓抓地力重量比规则 即越重的车 能使用越宽的轮胎 因此即便花大价钱 将车子减重 轮胎也会相应受到限制 所以那些不需要改装 本身性能平衡的欧洲超跑 具有了得天足厚的优势 因此 这项规则 才被言以为富人规则 然而下向却有着不一样的看法 他认为想出这个规则的人 一定是个头脑极为聪明的人 旭芳告诉下向 只知道规则的制定者 叫做梁高桥 其身是背景极为神秘 其实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高桥梁剑 此刻八六排名 再次上升一位 来到52 接下来将进入下坡段 下向拨动三号面板的按钮 更改刹车平衡参数 他表示自己已经渐渐熟悉这台车了 接下来自己要加快提供 通讯式的香叶和续芳一脸女逼 合着前面的高速 非是是在玩吗 香叶不由好奇起下向的态度 进入下坡段的下向手感 越开越好 对于这台车的刹车 悬挂调教很是蛮 凭借这台车 自己应该能达成最初的目的 随后下向眼神变得坚硬 八六的排名持续上升 来到48位 八六下坡的精益表现 使得东京总部的石浩 从座椅上拔地而起 赶忙打电话给高桥梁介 你要找的人出现了 此刻的梁介正在医院准备手术中 听闻拓海的徒弟出现后 也不由停下了正在洗手的动作 梁介让石浩密切关注下向 缓缓走向手术台的梁介告诉石浩 这名选手可能会是实践期所指定规则的 正确解释与攻略的MFG心事 会远离湖畔再次进入一个上坡 上坡路段由于马力不足 导致排名下降无畏 随着八六通过小庭圆的最高海拔地区 接下来就是第三区段 也是整个赛道最陡峭的下坡了 下向告诉续芳自己要继续加快节奏了 没成想向夜呵斥下向 是不是不要命 对路段不熟悉就贸然加速是会送命 然而下向让向夜前辈不要担心 赛道一直在自己的脑中循环播放 接下来自己将集中精神 不会再会话 向夜那叫一个气啊 竟然不尊重我这个前辈 小田园的道路复杂程度 可不是赛车场上那样简单 要是向夜知道下向失诚何人的话 恐怕给他使得胆子也不敢这么说了吧 八六在下坡中每经过一个检查点 排名就会不断刷新 向夜这时发现下向在有些弯道 会选择刻意地打滑来进行过弯 如此可怕的跑法令 向夜不禁感到害怕 同为赛车手的惺惺相惜 让向夜立刻明白下向的目标 就是能进入正赛的传说中的神15层 他让旭方开始为下向播报距离15位 还差多少辆赛车 而这正是下向目前唯一最想知道的情报了 八六的排名已经上升至41位 而前方等待着下向 和八六的将是小田园赛道最危险的区域 相跟那如同死神的浓雾 在这个充斥着浓雾的危险区域 即使是向夜这类老手 也必须尽量保留安全距离 这一刻 向夜终于明白下向称 自己能记得所有路线不是张口就来 他是真的能做到 在看不见的情况下 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入弯 什么时候出弯加锁 但是仅仅将路线的平面图 记得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不同于赛车场 现实的公路有着高低起步 路面有各种各样的凹陷和凸起 全力刹车所产生的距离 会突然消失 究竟下向 是如何做到的 突然向夜回想起下向所说的话 原来下向所说的播放 是举赛事官网示范影片 它正是由高桥起届驾驶的 标志性黄色FD所跑出的 向夜惊呆了 小田园一共40公里 下向得是什么脑子 能把FD的示范路线全部记下来 面对死神无所畏惧的下向 此刻已经来到30位 从这个排名开始将正式获得积分 向夜解释道 MFG获得积分 将会由厂商赞助所有的轮胎 并且大会也会提供助手休息区 以及独有的金边车号店 急半を下りながらの フルブレーギングからの 右の直角 リアの下交差点を 鮮やかにクリアしていきます ダブって見えたぜ 一瞬 白黒のパンダとでも フジワラタクミの超高速4Gドリフト こちらはオガタ 相信看到熊猫色86出现的那一刻 屏幕前的你们是否和史浩一样 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了吗 丰田86在赛场的技艺表现 引起了包括现场解说在内的 3000万MFG观众的巨大兴趣 天中解说期待着丰田86 是否能在这蜿蜒曲折的 曲段三刷新最快记录 目前在该曲段的记录 保持者为驾驶者保时捷718的 米哈耶尔·贝肯鲍尔 其被称为来自斯图加特的刺客 电视机前贝肯鲍尔的姐姐 询问贝肯鲍尔是如何看待这台86的 然而在这位德国天才的眼里 他丝毫未将下降和86放在眼里 认为其不过是在压榨轮胎栏获取供业 接下来的赛道将会很平坦 而赛道的尾段 更是有着一个很长的大折刀 到那时这台86就会失去战斗力 贝肯鲍尔称自己在MFG的比赛中 从未使出过权力 在顶尖赛车手的头脑里 也会有个变速箱 如果以五档变速箱为例 那么现在的贝肯鲍尔 不过才将将使用了四档而已 贝肯鲍尔决定拿到今年的MFG冠军后 就回到德国 不再参加这场无聊的赛设 此刻下降的排名已经升至第18位 距离进入正赛的神石五人 仅差三个名 风讯室内 续方感叹下降 会不会是双重人格 平时人畜无害的样子 可看到现在这充满斗争心的表现 完全就是另一个人 项叶告诉续方 所谓MFG赛车手基本都是如此 只要握上了方向盘的瞬间 内心的开关就会立马切换 而项叶更是表示 现在的下降很可能并未发挥出全部的实力 仍然有所保留 终于 86的排名上升到了15位 项叶让续方接下来不用再给下降播报任何资讯 何况现在高兴还为时过早 能够弥补车子马力差距的下坡路段已经没有了 终点前的超长直线路段将会是86的恶梦 那时此前被超越的车手都会追上来 他必须在那之前拉开领先差距 全长1.9公里的超长直线路段终于出现了 此时86的排名在第14位 从这里开始 最高时速180公里的无人机将被抛离 接下来赛事画面将由赛道设置的五处定点摄像机进行拍摄 此刻通讯室内的续方无比自责 下向靠着驾驶技巧拼命争取来的领先差距 却因为自己提供的车子马力不足 逐渐失去优势 2.0自然吸气的86的最高速度 只能达到230公里每小时 要知道其他赛车在这条直到几乎都能跑出300公里的时速 油门踩到油箱盖的86即将跑完这段直线 而直线路段的尽头将是一个又急又窄的直角弯道 此刻下向的排名已经下降至15位 而16位的车距已经缩小到了只有0.3秒 而差距还在越来越小 只有0.003秒 而终点就在眼前 随着86冲线 世界仿佛都静止了 最终86的成绩为16名 仅仅只差了0.019秒 遗憾与决赛擦肩而过 续芳很是自责 下向安慰着续芳 称赞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技师 下向打心眼里感谢续芳先生 这台86从头至尾 都没有辜负自己对她的期待 就在向夜准备做东请客去吃日本美食时 西元四链缓缓走向了他们 她静止无视向夜 来到下向面前 上去就是一个大逼勾子 随后就跑开了 而脸盲的下向并没有认出画了装的七号天使 其实就是恋 一时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晚上吃烤肉时 向夜告诉下向 自己喜欢七号天使 和下向签订男人的约定 以后不管如何 下向都不能喜欢七号天使 下向自然是直接答应了下来 自己怎么可能会喜欢 上来就给自己大逼兜子的你 东京总部 10号得到底下人汇报 前15名选手中 有人作弊使用了规定以外的轮胎 该选手成绩将被取消 因此原本16位的下向 将升至第15位晋级正赛 10号不禁感叹 片通下向的运气 竟也和他的师父拓海一样的好 就在下向 还在惊叹考猪肠的每个位时 向夜看到了MFG公布的消息 续方可谓是机动坏 而正赛的其他选手 基本都是以往的老面粉了 向夜告诉下向 冠军奖金为1亿日人 赛季总积分第一的人 更是有10亿日人 晚上正在洗澡的恋 开始后悔白天自己鲁莽的行为了 下向如果讨厌自己该怎么办 由于预赛的精益表现 很多改装厂商都愿意赞助改装剑 而86这款车型的优点 就是改装剑极为的丰富 虽然小田园的正赛 是来不及升级了 但到了第二站 应该能大幅提升86的战斗力 而下向也向旭方提出了唯一的要求 就是请旭方先生解除这台车的ESP 及循迹防滑系统 下向表示这样 他才能更好操控这台车 告别了旭方先生 下向与恋约会 前往镰仓寻找父亲的线索 恋庆幸下向 总算是没有认出 当时给他大逼兜子的自己 这段散发着恋爱酸臭味的剧情 我知道你们不喜欢看 我就替你看了 次日 旭方先生请求与下向 重新拟定一份合同 他认为自己拿走五成奖金 实在有些过意不去 想改成二八分成 不过下向并不同意 何况他也不在意奖金的多少 咖啡店内 下向偶遇了神石舞的八朝祥 和北渊望两兄妹 他们的座驾分别是 路特斯的Xage和阿尔法罗密O4C 北渊望小妹妹一不小心 就对下向一见钟情 而在发现下向 就是传说中的 86号车的驾驶员后 更是对下向兴趣更浓了 旭方告诉下向 他们二人被称为 迷次喜多兄妹 在MFG的比赛中 几乎都是靠个人实力 而这两兄妹的可怕之处 在于他们能够在比赛中 打出完美的配合战术 特别是在吃尾流的应用上 小田园正赛如期而至 小博海 经从职业车手退役的小博海 以化身教练身份 投入到赛车运动中 而他也与MFG高层的 大人物们非常熟悉 田中还想从小博海口中 套点梁高桥的情报 只不过小博海表示 对方明确要求身份保密 因此只能作罢 此刻神石五纷纷 从巴士缓缓走下 而在下向和向夜聊天时 无意听到了 兰博基尼小牛的驾驶员 大石正在打电话 询问新赛车的情况 似乎电话那头 只能给他搞到大牛艾文卡多 但大石却认为 这种只能跑直线的车 怎么能跑MFG 自己想要的是 Huricon Performance 无论花多少钱 都得在第二站给自己弄到 向夜粉饰鄙视这种败家子 丝毫没有意识到 他欠缺的是驾驶技术 而非赛车性的 向夜暗存自己 一定要前进个两名 登上领奖台 因为MFG赛事规定 凡是登上领奖台的选手 都可以指定获得 任意一名天使的亲吻 无人机领着15辆赛车 以40公里速度巡航行驶 在无人机蓝灯位量起时 如果有赛车超过无人机 就会被视为强跑 而受到15秒的惩罚 随着最后一位的86通过闸门 赛事正式开始 15台猛兽同时发出咆哮 呼啸的引擎声震天汗地 向夜的GT2一马当先 紧一瞬间就超越了 前方的AMG GTS 迅速攀升到了第四名的位置 在他的字典里 就没有防守这两个 小布还指出 后驱的AMG冷开时 无法完全发挥牵引力 向夜正式瞄准了这一点 完成了超车 目前时神驾驶的 911GT3一马当先 贝肯鲍尔紧随其后 并逐渐拉开 与后方赛车的距离 面对前方集团 动不动就600匹的性能猛兽 贝肯鲍尔驾驶的 718马力虽小 却能从容不破 小布还指出 贝肯鲍尔对于冷胎加热的 管理技术十分精湛 达到他这种级别的车手 能够正确地感受到 四颗轮胎的表面温度 在比赛中 更是能精准控制 要让哪颗轮胎升温或降温 小博海犀利地指出 除了贝肯鲍尔以外 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 只有末位出发的片同下向 通讯室的旭方 被刚刚的飘一下坏了 还以为是车子出了什么问题 下向让旭方不要担心 这只是常规操作吧 末位出发的下向 由于后方没有追逐车辆 因此自己可以安心 跑出最佳的行车路线 而前方的阿尔法罗密欧 正和本田Top2缠斗 因此86并没有被拉开 很大的差距 这五辆赛车陆续 进入了第一阶段的上坡 开场就被GT2超越的 AMG GTS的驾驶员 大谷扬介 还是很淡定的 他认为像香叶这种跑法 稍不留神就会败比 大谷是第三年参赛 今年他很有自信 能够抢下冠军 毕竟MFG的比赛 经验就是一切 此刻位于第八位驾驶 兰博基尼小牛的大师 开场就陷入了苦战 由于轮胎温度没起来 大师根本不敢全油门 稍不留神轮胎 就变成滑板鞋了 大师不停抱怨MFG的 抓地力重力比的规则 要是能够换上 再宽一号的轮胎就好了 自己花那么多钱买的车 都不能全油门冲刺 实在太憋屈了 演播室内 小博海与田中 讨论起了抓地力重力比的规则 由于规则过于简单 即使是前职业车手的小博海 至今也没能看清 这个规则的真正意图 不限制排气量 只单纯依据车身重量 搭配轮胎宽度 会给人造成 不管什么车过弯 都不会产生差距 只需要拼直线的感觉 因此才会演变成 如今皆是欧洲大马力超跑 抢占前几名的局面 但是小博海随后画风一转 他认为今年的比赛 出现了一个转折点 去年中途参赛的贝肯鲍尔 就是一个契机 他是重视平衡胜过马力的典型代表 而今年参赛的下向亦是如此 只不过下向的86马力过于低下 因此整体平衡性也很难值得称赞 这两位赛车手的出现 让我们看到了这项规则 有了以下课上的机会 小博海对规则制定者梁高桥 那是一顿彩虹屁 东京总部的10号 不由称赞其小博海敏锐的观察力 梁介说过 MFG是D计划的进化版 是公路最速理论的解答 但10号并不认为 有人能够解开两界所想的最南方城市 领先集团即将通过观光休息区 时辰的GT3暂居第一 贝肯巴尔的Kamen紧随其后 四位项叶的GT2死死咬住第三的版本 一腔热血的项叶 要捍卫东莹战神的名威 怎么能够输给欧洲跑车呢 前方驾驶奥迪R8的版本认为MFG的比赛 性能大于一切 大排量引擎搭配电脑控制的4WD才是王道 重车辆陆续离开第一季时区 随着最后一位的86通过观光休息区 所有参赛车辆均进入第二季时区 赛道至此也从上坡转入了下坡 受限于马力不足 下向此刻距离前一位的阿尔法罗密欧 差了足足6.8秒之多 但下向表示自己要追上他 86前方此刻是路特斯 本田 阿尔法罗密欧的三车混战 巴朝想让妹妹赶紧抄了本田跟上来 北元表示自己有点急手 明明是辆前驱车 却异常的难缠 他求助哥哥帮下忙 巴朝在前方的左转弯 故意卖个破绽 流出大把外侧的空间 驾驶type 2的田园果然冲了上去 没成想巴朝一个方向 挡在前面就是刹车 田园大叔一个措手不及 指得急杀 后方的阿尔法罗密欧 趁机切入内线 完成了超越 田园那叫一个气啊 没成想后方又杀了一辆车 正是红色的86 86以迅雷不及2到02 响冰当之是从外线干净利落的超越 田园由于注意力一直在前方 因此根本来不及防御 他无比的郁闷 86明明在很后面才对 怎么一进入下坡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巴朝认为等到了技术路段 是绝对拼不过下向的 兄妹二人必须尽可能拉开与86的差距 过了湖畔后会有一段上坡 兄妹二人决定在那里摆脱86 不然到了第三季时区段 一定会被对方追上 领先集团的两辆保时捷通过大鸟居 首位的石神被贝肯鲍尔死死咬住 身为两届MFG冠军的他身陷苦战 GT3被平平无奇的Kman惊咬 作为历代保时捷后制引擎最强的存在 窝在亚洲小角落的香巴佬 怎么配坐在热尔曼民族打造的最佳杰作 相比之下 三位之争的GT2和奥迪R8则激烈得多 项叶驾驶着GT2在R8身后不断左右移动 丝毫不在意文台的所好 赤羽海人驾驶的法拉利488此刻 超越了前面的宝马 排名来到第九位 由于预赛时涡轮有些问题 因此这位去年的亚军排位赛成绩并不理想 小博海认为赤羽绝不会止步于这个排名 毫无疑问他是一名优秀的赛车手 法拉利在超越宝马后 很快便将兰博金尼捕捉在了射程范围 大石还不忘吐槽 搭载涡轮的法拉利堕落了 我这台5.2升的V10自然吸气引擎 正在背后嘲笑你 赤羽虽然对法拉利品牌没有独特的偏好 但就是看着前面的蛮牛标志 是不爽 经典的牛马之争 互相都不服侍 在田中播报完当前的排名后 所有车辆都进入了第三计时区段 此刻86位于14位 思域Type-R几根齐后 而迷茨喜多兄妹已经甩开86好一段距离了 田园大叔不理解一台破86 为何在第三区段的计时能比贝克波尔还快 他决定在后面好好偷尸一番 到了第三区段的下向嘴角上扬 终于要轮到自己发挥了 86的过弯速度非常快 从刹车到进弯 Type-R就会被86拉开距离 只有直线路段Type-R才能勉强拉回一点距离 奈何直线段越来越短 Type-R逐渐被86抛离 田园大叔直接就被打字毙了 第十位的宝马突发意外 车子抛锚 尼茨喜多兄妹还没来得及庆幸捡了个喽 就发现红色86的身影从后视镜中出现 辛苦拉开的差距这么快就耗尽了 而为了不与前方集团差距拉大 他们并不打算使用阻挡队型 只要不给86可乘之机就行了 毕竟在这种狭窄的赛道上是很难超车的 前方集团开始陆续进入相根的浓雾区域 由于视野受限 播报的难度也随之上升 田中也借此机会介绍起下向的资讯 下向出自英国皇家赛车学校 简称RDRS 四岁便驾驶卡丁车 七岁参加英国卡丁车锦标赛 两年内便拿下了六个知名大赛的冠军 十岁参加S4比赛 同样在两年就拿到了冠军 这种别人家孩子的履历 震惊了一旁的小渤海 续芳更是被吓尿了 而下向在赛车学校 更是以综合成绩第一名第一 无论是在实际赛道 还是模拟器都展现了惊人的天赋 毕业前就有多个车厂要与其签约 却都被一一谢绝 西元寺家中 西元寺老爹说着 因为那会下向的母亲 凯瑟琳的病情恶化了 而田中更是带来了一个更惊人的讯息 下向在赛车学校 有一位日本籍的老师 就是藤原拓海 谁能想到投文字地中 运气爆表的拓海 竟遭遇了职业生涯的滑铁物 当田中说出藤原拓海的名字时 小渤海一脸震惊 居然是那个藤原拓海 被称为悲运的拉力赛车手 种种回忆服上小渤海的心头 毕竟曾经在山路上较量过两次 田中开始介绍起拓海的履历 藤原拓海 籍贯群马线射川市 20岁时独自渡海参加英国拉力锦标赛 虽然在沙石路上上有弱点 但到了铺装路面 就能发挥出无比强劲的实力 在参战的第三年 夺得了英国拉力锦标赛冠军 由于实在太快 英国的拉力粉丝称他为飞行牛仔裤 并且获得了WRC的全程赛事资格 只可惜天不遂人愿 在赛季开幕前的车辆测试中 由于遭受团动轴破损 这样意想不到的故障 拓海连车带人一同跌入谷底 长期住院和康复治疗 使得他的职业生涯 不得不提前结束 这之后没有了他的相关讯息 从那之后已经过了十多年了 做梦都没想到 因为夏夏再次想起了那个名字 田中问到小伯 由拉力车手的拓海 担任场地赛车学校的老师是否合理 小伯解释到 无论是公路上的拉力 还是场地方城市 车子奔跑时的 重心移动的控制方法都是一样 小伯感慨 如今听到藤原 还健康很是行为 相跟的浓雾中 86为了保存轮胎 并没有发动攻势 仅仅是紧跟在 迷子喜多兄妹身后 何况在这个危险区域 超车是十分危险的行为 这里并非指超车的人 而是被超的那个人 他可不想下到前面的 阿尔法罗密欧小妹妹 此时先头集团 已经冲出死亡区域 718死死咬住911GT3 一号车内的石神认为 后置引擎 对比中置引擎的优点就是制动 由于最沉重的引擎位置 更加靠后 这使得抓地力变强的后轮 具有更强的传动效率 自己这台保时捷 比其他厂商的任何车子 都要深奥 后方的贝肯鲍尔 实在感到无趣 觉得石神实在是猜得抠脚 反应速度 动态势力 求胜欲方面 都不足以具备现役车手的素质 那种跑法老太龙中 MFG赛事太无聊了 像石神这样的老年人 居然还能连续两年拿到冠军 贝肯鲍尔准备动手了 石神实在是太爱了 好感觉 そろそろ 我眼前から消失 贝肯鲍尔强势 是超越石神 并不是卡雷拉GT3的败本 而是石神太弱机了 先投两台车对调了顺位 小博分析到贝肯鲍尔的超越十分巧妙 在瞬间完成换挡 抓住石神些微的破绽 抢占外侧车道并排入弯 在接近下一个弯道的时候 由于让车子发生碰撞 以夺取对手的空间 在石神不能做出自己预定的路线时 已是万事休矣 刚刚的场面 简直如同德国房车锦标赛样 对车辆碰擦没有任何抵触情绪 是模拟器训练时代的特征 在MFG这样的地区集赛时 贝肯鲍尔的存在就是个怪物 争夺11位的三台车 也从死亡区域飞驰而出 北渊都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86瞬间超越 小博精湛道下降的驾驶神迹 在摆脱横向距离的同时 轻松完成车辆减速 充分发挥四肢轮胎抓地力的制度 被称为悲运天才的拉力车手 教导出来的弟子 果然不是泛泛之辈 表面上贝肯鲍尔和片铜下 像都是欧洲培养出来的选手 有着很多共同特点 实际上 本质的地方两位车手完全不同 贝肯鲍尔是精英教育科学的方法 培育出的天才 驾驶模拟器训练的第三世代 像精密机械般不会犯错 如同改造人一般 与之相对的下降就没有这种感觉 虽然也是精英教育 但在还没有完成之时 突然移动为新品质 只是此次还不能成为 威胁到上位集团的存在 毕竟车子没有站的 意想不到的进攻又来了 86号车加速来到外侧 与路特斯并排 路特斯不打算让开路线 怎料车子被牵引力控制干扰 一瞬间的迟疑 86号车已经超越了过去 片头下想来到了第11位 这个意想不到的超车点 就连前职业车手小博 也完全没有预料 巴朝想要在普谋直线上 超越86号车 经过通讯屋计算后 告知需要保证差距 控制在4.2秒以内才行 调到第二位的时神 此刻看着贝肯鲍尔的跑法 在如此狭窄的侧道入口 竟然有如此的速度 究竟是什么样的技术 动力不足的K-Man 为了弥补在普谋直道的 急速烈士全力冲刺 时神自暴自弃 自己做不到这样的速度 麦福逊悬挂的K-Man能做到的 多连杆悬挂的卡雷拉却做不到 718渐渐拉开了 和911GT3的距离 两车进入长直线 落后先头集团7秒的第二集团 此时也来了 5号车版本对决9号车香叶顺 自然吸气5.2升V10的奥迪 R28对阵3.8升V6双涡轮 日本引以为要的最强王牌日产GT2 孤身一人与最强无双的 德意志舰队战斗 上巴 神风混混香叶顺 普谋直线上 GT2完美跟在R28身后吃尾流 GT2瞅准时机从尾流中 走出与R8并排 一口气超越了5号车 超越了迷次喜多兄妹的下 像在拉开与兄妹二人的差距后 却故意松了油门 不断鱼怪而入来到长直线的车群 八位集团是自然吸气5.2升V10引擎的 兰博基尼Huricon 对战3.9升V8双涡轮的法拉利488 轻松超越600匹的两位 意大利男子汉奸的相互较量 事与海人通过时机把握绝妙的尾流超车战术 顺利完成了超越 迷次喜多兄妹来到了大直线 此时距离86号车3.2秒 因为是坡度平缓区域 所以差距缩短了 时间足够超越86号车了 哥哥让妹妹跟上来吃尾流 这条大直线对86号车来说是最大的难关 迷次喜多兄妹凭借尾流战术 从背后逐步追近 下向目前的处境很威胁 路德斯和阿尔法罗密欧逐渐超越86 北园比了个手势 下向心领神会 切入到尾流队伍中 三车连成一条直线 北园并非完全处于好心 只是三车一起利用尾流效率比两台车来的更高 而巴潮在观察到下向切入尾流的时机和距离 就看出对方是个行驾 由于86躲在两车后面 空气阻力大幅降低 86在六岛的急速来到了新的高度 空训式的续方恍然大悟 难怪之前下向会故意松了油门降低速 他一边比赛一边运筹帷幄 迷次喜多兄妹的尾流 早就在他的计算之中了 随着贝肯鲍尔和时辰的两台保时捷通过七点线 赛事正式进入了第二圈的争夺了 比赛进入了第二圈的争夺 小波分析第一圈大家都保留了轮胎 第二圈怪兽机器们将解开全部马力冲刺 二号车手赤鱼海人 此刻已经追上了前方泰勒的卡雷拉GTS 对于法拉利来说超越只是时间问题 赤鱼海人在排位赛时 由于传感器故障没有发挥出本来的增压压力 但那种状态却让赤鱼刷新了自己驱断三的记录 自己似乎开始明白高桥制定的规则的用意了 赤鱼扣动波片在直线上加速与卡雷拉GTS并排 直接完成对卡雷拉GTS的超越 泰勒对此束手无策 在他看来MFG中只有三个选手足够优秀 第一位是贝肯鲍尔 他是最特别的 第二位就是赤鱼海人 至于第三位 这次正赛居然没有参加 他就是去年的四号车手泽渡光辉 他没参加比赛 是因为要给女朋友过生日 泽渡这个选手对17岁的少女 有着变态般的失明 回到比赛 去段一是石神唯一的反超机会了 GT3的心脏是MFG参赛车辆中 唯一达到9000转500马力的水平对质六缸引擎 可就是如此也完全无法看到贝肯鲍尔的破绽 简直是无懈可击 续芳有些担心下向会不会因为冲太快轮胎受不了 其实下向的轮胎管理十分扎实 已经完全计算好完成一场比赛 如何用尽全部的轮胎 下向要取得比现在更高的排名完成比赛 将之作为礼物送给续芳 一号车时神对贝肯鲍尔的追击已失败告终 贝肯鲍尔率先通过区段一 斯图加特的刺客粉碎了两届冠军得主的威严 三位GT2 四位奥迪R8 五位AMG GTS 而法拉利488为第六位开始了自己的进攻 此时赤鱼海人已经追上了六号车宝马M6 法拉利加速切入内线 在弯道强硬擦碰着车身超越M6 来到了第六位 八位泰勒的GTS 而九位的兰博基尼内可怜的大石 还在问赤鱼海人的位置 人家法拉利早就领先了九秒 迷茨喜多兄妹此时经过山顶 86慢了约六秒 还在艰难的爬坡 逐渐被先头车对门抛离 最末尾的是本田思域TAP2 结束了区段一 再次进入路况恶劣的区段二 唯有86猛然加速 渐渐逼近前方的迷茨喜多兄妹 最前方的贝肯鲍尔进入独跑的状态 一号车渐渐被甩开 在后面的第三集团 则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变动 快速飞驰的九号车 东营战神GT2节奏慢了下来 一度被抛离的五号车 再次咬住了GT2的尾巴 由于一开始冲得太猛 此时GT2的前轮已经开始转向不足 事与海人驾驶着法拉利488 继续一路高跟猛进 下一个要抓住的就是AMG GTS 再次回到迷茨喜多兄妹和86的缠斗 小博海分析 由于86的战力和路特斯和阿尔法罗密欧 有着不小的差距 因此被追赶的八潮和北渊会感到很挫败 相比于哥哥的紧张 妹妹似乎很享受这样的对决 心态崩溃的大石紧追卡雷拉GTS 心想伟大的兰博大人 怎么能跟在保时捷后面 准备在一号线最高点的短直线上动手 让保时捷见识一下 5.2升V10引擎的破坏力 86号车在湖畔 依然紧跟着迷茨喜多兄妹 没被甩开 区的二后半部分的上坡坡度十分陡峭 马力很重要 头车的718现在通过了一号线的最高点 虽然这台保时捷 仅仅只安装了2.5升的四缸水平对质引擎 但是凭借贝肯鲍尔的天才技术 已经将后面的怪兽军团远远地甩开了 处于第二位的石神基本放弃了追赶 估算着和后方的车距 用巡航速度独自奔跑 它身后的三位集团 分别是9号车香叶顺和5号车版本 同样属于四轮驱动的类型 但一个是中置引擎 一个是前置引擎 而GTR依旧保持着可怕的出弯加速 牢牢守住自己的位置 在后面是5位集团 法拉利再次动手了 排名爬升到了第5位 追上3位集团只是时间问题 第7位的是6号车柳田的M6 8位集团是8号车泰勒的卡雷拉GTS 和3号车大师的兰博基尼 来到1号线的直线上 大师也要准备超车了 毕竟法拉利就在前面 蛮牛也要追上这宿命的对手才行 来到了恐怖的驱断3 轮胎的损耗将变得异常激烈 在这864米落差的下坡 一瞬间的松懈就会丧命点 在这样的下坡弯道 下降毫无畏惧 2位集团的GT2和R8 因为节奏没能提升 被2号车赤羽的法拉利捉住 夹在中间的版本压力山大 决定调整战略封锁住后方的法拉利 全都怪象叶这个傻瓜 比赛完全不考虑轮胎的分配 到了后半程节奏就上不去了 目前场上的赛车 都保持着各自稳定的节奏飞驰 唯有86号车有如闪电一般的 过境前方的赛车 就在这时发生了惊人的一幕 总部的电脑给86打上了醒目的标识 要知道 还从未有过车手在正赛 被打上醒目标识 这种情况闻所未闻 下降正已快到离谱的速度 在下坡弯道飞驰 快如疾风动如闪电 宛如违背物理法则一般 仅仅两个弯道 86就已经捉住了 前方的迷刺喜多兄妹 路特斯妹的八朝想想着 明明和第一圈时的差距差不多 这第二圈怎么这么快就追上了 如果在进入死亡区域前 就被超越的话 就完蛋了 只好不讲武德拉 改变行车路线封锁住 86号车的行车路线 就这一愣神的工作 86已经加速来到 阿尔法罗密欧的侧面 抢先干掉了妹妹 现在86 加在迷刺喜多兄妹中间 兄妹二人心领神会 转变为三迷之队形 想要再进入 不谋直线前 86困住 86由于被困中间 系统的醒目标识 也别之消失 前有路特斯的阻挡 后有4C持续的加压 下降都不得不赞叹 八朝祥出色的防守 自己如果不多使用过轮胎的话 就无法突破探摩方向 下降想到腾圆老师曾经说过 不管看上去多么狭窄 只要路面能容纳 三台车并排的空间 就必定有超车的办法 腾圆老师那样的神迹 下降自觉无法掌握 但是这里的赛道 宽度足足有三台版 对自己来说足够了 考虑到轮胎的损耗 这次必须以此得手 八六刚刚超车时的横向闪现 犹如开启了影分身一般 此等神迹惊待了后面的北 八朝翔被超越后怎么也想不通 自己这台路特斯转向能力 不输任何制造商 怎么就输给丰田八六了呢 下降这波电光火石的神速超车 连镜头都来不及捕捉 小伯惊叹下降的轮胎管理技术 已经出神入化 原本还以为86号车 由于马力不足 会比其他赛车的轮胎压榨得更凶 田中解说激情的称赞起片头下降 引起了场外链的注意 又到了天使的剧情 画面切回到三位集团 三车进入死亡区域后 节奏就降低了 就算是法拉利 在这种地方也不得不安分起来 由于死亡区域的浓雾 加上没有长直线 再加上三台车的体型比较大 完全没有超车的机会 下降超车后 凭借自己的精湛技术 一路高歌马进 经过三个弯道 区域之间就已经将前方的赛车的尾灯 捕捉到了视野之中 汉尼尼驾驶的雷克萨斯LC 首次在比赛中出现在了片头下降的视野 只要超越了雷克萨斯 下降就可以来到前十的位置 赤虹的车身被滚滚浓雾所吞没 86终于突入了死亡区域 下降拜托旭方 将自己和前一位车手的时间 差每隔一秒报数给自己 原来由于下降牛逼的记忆力 他虽然可以清晰地在雾中看到赛道 但是却无法看清浓雾中行驶的车子 因此需要旭方时刻报告 与前方赛车的秒差 目前十号车领先下降2.6秒 仅一个弯道 差距只剩两秒 就在旭方播报还剩一秒时 86号车的浓雾前 出现了雷克萨斯的身影 下降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加速与雷克萨斯并排 从无人机上捕捉到的画面 在十号车尾灯刚刚从雾中浮现 86就在狭小的空隙中实现了超车 而此刻86已经领先了路特斯15秒 八潮直接自闭了 下降距离前方的八号车3.5秒 下降要捉住前面的911卡雷拉GTS 要知道这台中古86就值个170万日元 而卡雷拉GTS价值2000万日元啊 保时捷可是世界第一的运动车制造商 普通人一辈子都买不起的 旭方终于明白下降让它暴食的意义了 下降早就算计好了 待前车从浓雾中出现的瞬间 就想好了超车的战术 通讯屋告知8号车手泰勒 86号车正在以惊人的速度 乌笑而来 泰勒说你这开玩笑的吧 这种死亡区域86怎么可能追得上来 此时下降距离卡雷拉GTS仅差一秒 下降故技重施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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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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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倒无话可说 说不定下向的头脑中 可以将被误包围的赛道还原成亲戚的影响 神代川县横滨式的一栋大楼内 一个神秘男子说着小伯 你可吹得过头了 不过还是不得不称赞下藤原的弟子 在排外赛时完美复制了我的示范跑法 而到了正赛 更是在此基础上改进增加了自己的风格 你们猜到这个男子是谁了吗 20年后的高桥企介竟成了房地产大老板 而他曾经的座驾马自达RX7FD 依然活跃于MFG赛事的官方攻略视频中 成为了一个难以愉悦的传说 如今下向驾驶的丰田86 正模仿着企介FD的跑法 飞驰在小田园赛道上 说起企介所做出的官方攻略视频 在粉丝心中一直是个热议话题 如此牛逼的记录 竟是一辆无党手动变速的中国老车完成的 现在路上早已经看不到 这个赛事记录直到去年 才被贝肯鲍尔在最终站拿到甘位时被打破 那也是三年来的第一次 电视机前的企介则犀利地指出 下向有着严重的缺点 只是还未暴露出来 企介身旁的贤态依然还是傻傻的 啥事都依赖着企介这个老大夫 贝肯鲍尔驾驶的718独领风骚 竟显王者风范 第二位石神的GT3落后了足足13秒 同样是驾驶宝时节 在对抗中 输得体无完肤 包括石神在内的神石武人 究竟如何才能打破贝肯鲍尔这座同墙铁地 接下来的三位集团 项叶顺的GT2仍然艰难地死守着第三位 为了七号天使的伟 项叶一定要死守住现在的位置 前方即将进入分岔口 这条路一般都会选择走左边 会更加有力 然而 赤羽的法拉利意外地选择了从右边走 待赛道再次汇聚成一条时 法拉利极限卡住奥迪28 最终版本还是锁了 松开了油门 这让赤羽成功挤到了前面 画面切换到七位集团的 兰博基尼小牛和宝马M6 现在这两台车 已经被86捕捉进了视野中 一度破均至4秒 但是面对玛丽差距 还是在渐渐被甩开 下向也清楚玛丽差距过大 自己无论如何进攻都是追不上 只能将作战策略变更为守住现在的位置 落后86的8号车卡雷拉GTS 目前只差下向4.7秒 泰勒决定在直线路段找回场合 赶掉2.0自然吸气的86 三位集团的三台车突入普谋直线 三台怪兽恨不得将油门踩到油箱盖 最先动手的是玛丽最大的法拉利 他率先从尾流队列中抽筛出 和GTR并排 R8内的版本还在克制 认为现在动手还太早 至于向也 只能无奈钻到法拉利背后吃尾流 目前三台车的速度都超过了300公里每小时 刹车点近在眼前 三台车全力制动 果不其然 前半段轮胎管理做得很糟糕的笨蛋香叶冲过头了 香叶登上领奖台获得七号天使的吻也梦碎于此 GTR慌乱的重返赛道时 已经被AMG GTS超越 领跑的贝肯鲍尔想着MFG太无聊了 根本没有值得自己使出全力的对手 今年一年全部比赛都要以第一名完成 再撂下一句话回德国 贝肯鲍尔冲线 刘刃有余的拿下了首战胜利 时神第二位 赤羽第三位 版本第四 大鼓第五 香叶第六 画面切换至东风即处 三号车的兰博基尼已经超越了宝马M6 而在后方有着更激烈的第九位的争夺 卡雷拉GTS对86穷追不舍 急速方面保时捷卡雷拉GTS优势巨大 保时捷根本就没有吃丰田尾流的丝毫不一样 直接靠马力制胜 轻松来到86的右侧并超越 而就在超越的瞬间 86的车头碰撞着卡雷拉GTS的后保险杠 以最极限的方式吃上了保时捷的尾流 受到空气阻力减弱 86就像被吸住一样跟进前车 然而这样只能维持片刻 保时捷无视大气之臂 迅猛地提升速度 一下子就抛离了86 即将到达刹车点 保时捷迅猛地 轻松的软件 将军车点 轻松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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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松减的软件 轻松的软件 下向依靠自己精湛的脚下功夫 从内侧成功超越保时捷 重新拿到第九位排名 被超越的泰勒想着并不是保时捷的刹车输了 而是自己的轮胎在冲刺阶段已经被提前用光了 反观86轮胎的抓地力 还留有一次比拼刹车的能量 如果这个怪物驾驶的是一台有竞争力的车子 想必MFG的势力符将会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开幕赛小庭圆站正式收官 亚军石神和继军赤鱼海人登上领奖台开香兵庆祝 续芳激动的不行 九位完赛的奖金有800万 分给续芳一半也有400万 轻松超越了自己修理场一年的名页 而贝肯鲍尔从来没有将MFG当做一回事 因此都是缺席领奖台的 石神大叔每次领奖都指名金子小姐 赤鱼海人则是每次都会换一个天使 不过好在没有选择七号天使链 项叶也都放心了 泰勒来到下向面前握手致敬 称赞到下向是名优秀的车手 自己今天吃到的亏下次会讨回来的 北元旺健壮也来找下向 说要为了这场出色的比赛来个拥抱 虽然被下向拒绝了 但北元旺实在忍不住主动就抱了上去贴贴 这一幕被练看了个正着 之后的第二战比赛是以卢之狐为舞台的卢之狐GT 第三战为真贺 第四战海冰双线 以及最终战热海ghost 目前漫画更新到了最终战的排位赛 有钱的法拉利和兰博基尼都放上板车开走了 穷逼续芳就只能自己把86开回去 下向 晨跑回来冲凉结束 被刚刚起床的恋撞了个满怀 看虫野老贼画的这十八块腹肌 就差把看小爷不迷死你写在脸上了 这让哪个少女看了不迷惑 随后恋去学校补习的路上 他计划向直男且脸忙的下向 坦白自己就是七号天使的事 画刚到嘴边 就被从天降的旭芳打断了 旭芳说项叶前辈介绍了一个很牛批的工程师 让下向一起来讨论86的改装方案 86即将升级 下向非常兴奋 来到旭芳的修理店 香叶介绍了下本次改装的工程师 大家可以猜猜他是谁 提示一下 这个人物在投文字第第五季里出现过 是回旋车队的500匹S15的驾驶员 他曾在香根山路的大雾中 惨败层云破海 工程师直接了当 说出了自己的阶段一升级计划 优先以包括制动在内的行车系统 为重点进行升级 只改造进排气系统 引擎本体的改造放到阶段二进行 因为单纯提升动力 并不能增加战斗力 平衡被破坏掉 反而会影响到下向的驾驶 下向对此也是完全赞同 毕竟临行前 藤原老师告诫过自己 不要追求大马力的车子 选择比对手们马力小的车子 或许更好 旭芳说就算给引擎加上增压 可以做到280匹 还是会比对手马力差 所以并不算违背你老师的建议的 但下向还是坚持保持原动力单元 自己的目的是挑战 并不在乎排名 他觉得如果老师在的话 一定会说自己还没发挥出 这台86全部的实力 听到这话的工程师笑了 这样的台词 确实像是藤原拓海会说出来的 下向惊讶于对方 也认识藤原老师 工程师告诉下向 他们那个时代的关东车手 无人不知藤原拓海 向夜从续芳那得知 86并没有改马力 他觉得很不可思议 要知道第二场比赛和开幕赛不同 几乎没有上下坡 且全是平坦的路面 当他得知这是工程师的意思后 也指的识趣的闭嘴 毕竟此人在改车圈内的技术非常高超 尤其是悬挂调教方 向夜的GTR也是在他操刀后有了明显改善 练和若菜出来逛街 两人来到一家咖啡屋歇脚 却发现下向竟在这里打工 虽然下向有很多MFG的奖金 但是对他来说 比赛并不是赚钱的手段 但每天回去什么都不做也很痛 神奈川小田园市 86在架子上进行着升级 首先是更换了避震 MFG是公路比赛 赛道专用的避震并不适合 相反柔刃的避震伸缩时 指轮胎在突破极限状态后 更能挤发地面 至于刹车方面 虽然才跑了一场比赛 86原有的刹车盘已经有些许变性了 刹车冷却性能明显跟不上下向的驾驶技术了 因此86更换了Blitz的六博塞卡钱 这样一来 就算是连续中刹也不虚了 对下向来说 到了比赛中盘这将会成为强力的武器 恐怕这台车会变得超乎想象的快 接着就是进排气的改装 进气和排气必须是一套 节气门的改装也不例外 油门响应能力将会产生巨变 这对下向这样 在极限领域拥有细腻油门操控技术的选手而言 将是可靠的伙伴 工程师认为 被称为天才的藤原拓海所培育出来的年轻人 毫无疑问能成为超越其师傅的天才车手 说日后 相跟收费高速 下向驾驶着升级后的86测试车子 大家看到旭方的表情 就能猜到升级的效果如何 此刻的山顶上有一台蓝色的二派A110 车旁正是那个神秘的四号车手折住光辉 看着上扬的嘴角 就知道小伙子在憋着什么大招 就知道小伙子在这边